孙亮 你这话是真的吗 韩婷宿呢 应该是真的吧 心垂平衡 他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 七万 七位宿 霸总不愧是霸总 一出手就是七位宿生日礼物 攻略实锥七手段 就连金妈妈都审助攻 吉星经过自己的努力 把公司搬到了与之前的办公大楼中 如今的她 可以说是跟曾敌平起平坐 为了祝贺吉星 韩婷便送给了一幅星空画 吉星原以为 这个礼物并没有那么珍贵 可这道闺蜜苏丽说了这幅画的价格 彻底是把吉星给惊呆了 但不得不说 这也把我们惊呆了 看完这道韩婷的形象 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立马高大了 她说送吉星的那幅画 就像是吉星不清晰的刺猬 但她是怎么能忍住不跟吉星说的 一般人送了这样的礼物 很不得敲锣打鼓 可韩婷居然一点也不炫耀 不炫耀就算了 关键是她送的时候舌头还打结了 所以当初韩婷就是 怕吉星收到礼物有压力 所以采用了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看来韩婷的爱真的太拿出手了 深情又低调 怕让吉星有负担 从来都没说这幅画值多少钱 就连曾迪过来表示祝贺吉星的时候 看到这幅画 脸都气绿了 果然爱一定是被老婆先感受到的 但是情敌是最敏感的